BIG THREE ON FOX 歡迎收看由FOX徐一潭為您帶來的 美國之籃三對三BIG THREE的現場直播 從賽季的第一場比賽一路到現在 他們所有的球員也慢慢知道 這項比賽要怎麼樣來贏球 第一個目標當然就是五勝 所以在第一場比賽裡面要為各位送上的是 Ball Hawks對上了這個Kill of Threes 這兩本賽季的第二勝 Bull ups第一次的出手就順利的命 所以你可以盡情發揮你的球技喔 對 在籃底線要硬打身體對抗之後順利的擺進 還沒有設定hand check的這種防守規定 對 所以他們本身的內心的這個競爭 已經是39歲了 這就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Evans在搶到球 好球 這才叫生氣了 Thank you very much 這個 這一次應該算是整個聯盟裡面喔 如果以童年齡上下來講 他的體能重 Chelsea Bell ups 喔 好球 這是一支不錯的外型球隊喔 底特律活賽壞孩子 紐約尼克啊 這個有這個奧克里作證啊 那個時候的這個防守的強度喔 真的大家沒有任何得分動作喔 他不是對著球 他都是對著人 是 那那個年代的進攻者就是說 我根本不管你球 我就是對著你人去打 對 或者是對著你人去扯 所以這就是剛剛我們講到規則的部分喔 對 如果你們 沒觸碰籃框 或者是對方直接抄到球喔 直接可以攻擊 我覺得這個 可以加重對方對於領得報酬是 講這個總收入的這個百分之五十二 拿來當作獎金的分配 很高 那像是今天的這場比賽是來到了德州打 其實這好像我們在 像台灣很多 很多這個長者 比方說長者 就可能這個五六年 發了死的內線喔 五名球員拆開來喔 沒有這種所謂的真正的單打好手 但是經過主角 那你說這些人退休 他還是有演唱會 是 也是有觀眾出去 對 因為有些人就喜歡 MIC3的比賽啊 你要主隊你會找哪一線就有 Alright Not in my house 哇這個火鍋呢蓋得也有夠狠喔 所以還是有非常多的這種精采的這一種 想到籃板 再一個轉身的出手 Nice 對 那時候可以看到這種傳奇球星的比賽 不過我如果是 要贏球是找剛才這幾個 如果我最想看 希望榮哥 當然就榮哥吧 那大家都沒看過籃球博士打球 對 你讓他打三對看 榮哥絕對沒有問題 喔對啦 那是真的以這幾名球員 尤其是這Blobs在後場的一個指揮喔 然後 Hamilton的這個跳投 然後這個小王子的一個防守 我覺得他進攻端真的沒什麼貢獻 都是防守 那Baby呢在這個Ghostballers 目前的戰績 這個第六週的 第六回合的比賽結束之後就很難說了 好兩邊開始提升命中綠龍 也有一個快速出走的機會選擇找隊友 銀行進去再拿兩分 這完全就是打對抗喔 哇這幾球都是在打對抗 這邊直接放對了 因為進攻時間也不多 可能也沒辦法選擇傳球 這是一個連續動作 其實他的身體的狀態保持非常好 尤其他下盤的這個力量 在攻防兩端 他的對抗性都非常足夠 一共效力過八支隊伍 好在外圍 總算是打盡兩分 高中生跟他挑釁一下 小Q6如果來參加這個比賽 就等於是這個 有點像遊戲當中的這個Bug 到時候這個比賽也可以做一個統計 最後這個勝場數 比較多的球隊 這等於是他們的例行賽 第一的目標呢 就是要爭取進入到季後賽的資格 這邊晃到了 中距離的中距離的 剛剛Scalabrini呢 跟他們的隊員說 有機會可以來走我們 但這邊 好像是發生失誤了 這也算助攻 直接進到你家裡去 來搶投三分 跨目有點扮上來的 拋投方式沒有拋進去 再來你下 又是Low Post的得分 還有辦法精算加法 Childrens在空中啊 拉扯 或者是下盤的一些碰撞之後 你還要維持身體的穩定 然後再來取得這個分數 只是蠻低的 原重點不是自己攻不進 而是你守不住 好說著說著 這邊先拿Low Post的位置上 哇 哎唷 攻中拉了一桿 來你下 再緊 遇到這種 壯的 或者是胖的 有力的這一種 球賽回到Low Post 你看Chunset Billup 現在已經在四分的位置 等待隊友 等隊友在來你下 這部應用也非常好 先去打到這個內側完之後 被對方堵住 馬上做一個後插步 對 還是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這是一個態度精神 對 喔 You never know 這個四分投進去 沒錯 他比賽真的很有意思 他不是打時間 他打分數 所以剛才偉成講 兩波這個 如果Big3辦得好的話 他很多規則搞不好 會回到跟Big3一起走 因為你在三連三 各位數的分差 我壓力還是在Bowhouse這邊 因為他們只要一波防守守不住 比賽就結束了 Game Over 非常漂亮 對抗性的一個 對抗射部的跳投 是 這次是 他在附近的 我剛才看到 這次是 這次是 他有一個 的 個